河北某农田的枯井之内 惊现一句无名的诗 寂静波折 死者身份终于确认 案件再起波澜 到底谁是最后与死者见面的人 水落事出 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 深井下的真相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6年3月21日早上8点钟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高益县茂村北侧的农田里 十多名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 聚集在一口枯井旁 紧张地忙碌着 先后有一名民警和一名消防队员 进入井内 而井外的民警 也适合关注着井内的情况 这口枯井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牵动如此多的简历呢 春天正是花北平原最美的季节 2016年3月20日下午5点多钟 河北高益县某村村民刘母 忙完一天的农活 正准备收拾农具回家 当他走到农田的一口枯井旁 忽然发现井内好像有些异样 村民刘母到底看到了什么 枯井内能有什么异常呢 刘母所看到的枯井位置比较偏僻 是附近村庄早年修建的一口阀门井 由于一直没有投入使用 井内处于干涸的状态 除了一些干活的村民 很少有人接近这口井 此刻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村民刘母无法确定 井内到底是什么 便马上离开 朝村子的方向走去 他很快找来了另一位村民 将枯井内的异常情况 告诉这位村民之后 两人在路边捡了一根树枝 一起走到枯井边 用树枝向井内试探了几下 虽然光线不是很好 但两位村民通过观察 确定枯井内有一具尸体 随后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一县公安局的民警 第一时间赶赴到了现场 在这个张家庄村村北一条土路上 在这个土路的路西北边是一个化工厂 有尸体的这个发门井 在这个路西边大概有四五米的这么一个位置 民警迅速来到报案人所说的枯井行 并朝井内望去 然后通过这个井口往下看 可见一具尸体 这个头朝下 朝北 呈腹卧状 由于没有合适的打捞工具 报案民警对井内的情况进行了初步勘查 当时看他这个后背旁边放着一双女士的马靴 这个应该能确定是一个女性 报案民警通过初步勘查 确认死者是一名女性 面部朝下 身体呈腹卧状 只能观察到死者的背部与腿部 尸体一般腐败之后 他会经历很多这个阶段 就是这个轻度腐败 严重腐败 重度腐败 警方从井外观察 死者的背部与腿部属轻度腐败 推断 死亡时间大致在十天左右 由于天色已晚 办案人员决定 立刻对苦警采取警戒保护措施 得进一步侦查 它不是一个发门警吗 它是也避免这个野生动物进去去破坏尸体 然后把这个井盖用那个塞药布给它盖住 然后周围是我们派着的有一个民警 还有携起人 24小时就不间断了不离人 尽管库井内的勘查工作暂时无法开展 但是河北高一警方还是连夜做起了外卫调查 办案民警继续在现场附近 寻找与死者有关的线索 并通过对附近环境的观察 首先注意到了位于枯井的北侧 有一座化工厂 首先是在阀门井的北边这个一个化工厂 这个化工厂内有两个摄像头 是冲着这个野外照的 其中有一个摄像头正冲这个井 同时办案民警发现 在化工厂的东侧院子内 还有一个监控探头 正好对着工厂东门外的一条土路 这是到达阔景现场的必经之路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该化工厂 调取了厂内的全部监控录像 当晚我们新疆大队领导就安排我们 抽出专门的民警 连夜不停地观看这个录像 一天一天地往前推 离开化工厂之后 办案民警又走访了附近的村民 试图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当天我们是就是走访周边附近的村庄 并没有这个与尸体相似的失踪人员 死者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在枯井中死亡 诸多未解之谜 等待侦察员寻找答案 当务之际办案民警决定 对枯井内的尸体进行打捞 河北省十家庄市公安区 高一县公安区民警 会同十家庄市公安消防支队的官兵一起 研究打捞方案 首先 计证人员驾到井底拍照取证 然后另一名消防官兵进入到井内 两人合力将死者打捞上来 当民警看到尸体的面部时 感到十分意外 尸体的腐败程度 与昨天傍晚初步的判断 有了很大出入 死者的脸部 四肢 胸部 皮肤等地方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根据这些来推断 他死亡时间其实应该是比较长的了 那么为什么民警先后两天观察到的情况 却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我们当时对井下的一个环境进行其他看测 就是井下的包括温度和湿度 都进行一下测量 就是当时这个井内的温度还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湿度比较高 就是有利于这个湿辣的形成和煤斑的形成 而且温度很低 也利于这个尸体的保存 经过对尸体的仔细勘察 法医认定 死者的年龄40岁左右 并对死者的死亡时间有了新的推断 一般人体这个四肢有湿辣 部分湿辣形成的话 它应该是死亡时间 大概是在两到四个月之内 此时负责视频研判的民警 听到法医给出的死者死亡的时间后 瞬间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和无形的工作压力 死者的死亡时间确定 却给警方的侦察带来困难 落差也非常大 卫士案件有所突破 技术民警转换办案思路 尸体是死后抛尸 这个现场不是第一现场 死者的两名生前好友 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抓这两个人 作为重点的拍查队长 进行了拍查 深井下的真相 天网南部正在播出 2016年3月20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一县某村村民刘某 在村北的农田干活时 发现附近的一口哭警妹出现异常 经河北省石家庄市高一县警方认定 警妹是一具女尸 死者的年龄在40岁左右 死亡时间大致在两到四个月之间 而这个消息 该正在进行视频研判的民警 带来很大影响 北边的化工厂 它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它这个监控摄像头 最多只能保存半个月 如果说这个尸体 在这个井里边 时间超过半个月 那这个摄像头将失去意义了 死者的死亡时间 远远超过了监控录像的保存期限 办案民警不得不停止视频研判的工作 当时进行了一周晚的工作 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第二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对我们的这个之前工作也没有太大意义 当时也心理里也落差也非常大 视频监控已经没有研判的价值 那么死者是自杀还是被人谋害呢 为了寻找死者死亡的真相 办案民警决定围绕枯警做工作 希望找到答案 综合考虑枯警现场的周边环境后 侦察员首先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 排除自杀之后 警方很快认定这是一起谋杀案 那么这口枯警是不是第一现场呢 通过对死者尸体的观察 民警注意到 虽然死者的鞋脱了下来 但是脚上的袜子比较干净 他那个脚上没有一些特别多的泥土啊 尘土啊 附着也没有这个卖苗这些叶子的附着 就说明他应该是这个穿着袜子的时候 这个脚没有挨地 大了民警通过死者身上的一些特征和细节 证明死者的尸体是被他人抛弃在了井内 随后技术人员发现在死者的腿部 有一些擦滑出现的伤害 这个伤口它没有出血 就是没有生活反应 通过这一点来推断这个伤是死后形成的 所以说当时又更加坚定了 我们这个行星就是这个尸体是死后抛尸 这个现场不是第一现场 至此案件的性质得到确定 死者是被他人杀害后 又被遗失抛弃到了废弃的枯井中 像这种案子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确定死员 确定了死员以后 这个案件就会找到突破口 可是寻找死员的工作并不顺利 大了民警并没有在抛尸现场 发现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没有身份材 搞没有其他的电压化 所有的钥匙 所有的东西 剩下任何东西都没有 之前也下过雪 所以说对这个现场破坏还是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当时在现场的地面 没有发现什么太有价值的线索 确认死员的工作暂时没有进展 而另一边 发医在解剖室对死者的尸体进行进一步的勘验 很快发现了死者身上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 口腔内有三颗一尺 死者的右腿右小腿外侧有一块陈旧性的斑痕 然后他的左脚大拇指的指甲 有一些灰指甲一样的改变 这些都是在水温令方面会提供一些线索 尸体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是通过勘验 发医注意到死者的胸部到锁骨附近 有皮下出血的情况 打开胸腔 发现他这个肺表面 肺间裂 还有这个心脏表面 他都有些出血点出现 就提示他是应该是死于窒息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最后我们综合推断下的死亡原因 就应该是被人恶解 导致窒息死亡 在确定死者死因的同时 发医还发现死者胃部有大量的食物残理 应该就是在他最后一餐之后不久死亡的 事件进行的同时 河北高益警方也积极扩展新的破案思路 通过对死者的穿着和体貌特征观察 民警判断死者不是当地的村民 死者染着头发还化着装 穿着比较时尚 不像是村里的劳动妇女 应该是在这个从事服务行业 通过案情分析 邦安民警对事远的特征和寻找方向渐渐清晰 同时一条新的线索引起了邦安民警的注意 原来在两个多月前 也就是2016年1月2号 一名在河北苍州打工的年轻男子 曾经来到高一县公安局城区分局 向警方寻求帮助 找寻他的母亲 经过了解了他母亲来到高一县已经有几年 并且一直在本地歌厅工作 两人经常都是隔三差五的联系 2015年12月28日晚上 他跟他母亲再也没有通话了 手机关机打不通了 年轻男子母亲的年龄与死者相仿 从事的职业也与警方前机判断的一致 邦安民警马上联系到这名男子 对死者的尸体进行辨认 通过一些身体上的特征 有甲牙 有这个小腿外侧的烧伤疤 脚趾指甲的缺损 这几个特征 他编认说我们在三月二十日下午 从高一县张家庄村村北发门警里发现的这具尸体就是他的母亲 张某 据了解死者张某现年四十五岁 陕西同川人 丈夫去世多年 七年前张某独自一人来到河北省高一县打工 为了尽快查出杀害张某的凶手 邦安民警赶到死者曾经工作的地方 了解具体情况 首先对他这个身边的人员进行了排查 发现他有两个平时与他关系非常密切的人 一个是他的算是男朋友 警方调查 死者张某生前有两位好友 一个是男朋友宋某 另一个是他的好友张某 可是距离张某失踪很长时间 这两个与死者关系密切的人 却从来没有到公安机关 反映过张某失踪的情况 他们会不会与张某的被害有什么关联呢 两个与死者关系密切的好友 为什么在死者失踪之后不去报案 在这个张某工作的歌厅等到他一个晚上 但是张某一直没有回来 案情扑朔迷离 到底谁是谋害死者的凶手 依靠这个确定他警方的12月28日上 出击后一直没回来 侦察员抽刺拨截 一个行为异常的男人 最终走入警方视线 这个人经常一个人闷在家里 也不外出了 也不与人接触了 深井下真相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警方经过调查并结合尸体的一些特征 最终确定 枯井中的死者是从陕西同川来到河北高义打工的张某 而通过走访 民警发现 死者的男友宋某 以及好朋友常某 两名关系密切的人 在张某失踪之后 却始终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 办案民警首先对死者的男友宋某展开了调查 并找到宋某了解情况 对他俩的关系进行了了解 就是说证实一下 他人之前确实是江南女朋友 后来因为一些问题 两人产生了问题 就是说产生了一些 感情上产生了一些问题 后来两人都是渐渐疏远 通过调查 办案民警发现 死者的男友宋某 并没有作案的动机与条件 通过多方了解 当时宋某2015年后 晚年一直在外地 和同事在外地出差做生意 一直没有回来过 在排除了宋某的嫌疑后 办案民警又找到了 死者生前的另一位好友常某 据常某反映 在2015年12月28日 他曾经和张某约好 在张某工作的歌厅商量事情 但是当他赶到歌厅的时候 张某的同事告诉他 张某和两名男人一起外出吃饭了 最后的几天时间 张某曾尝试着联系张某 但张某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 因为张某是外地人 虽然在高一工作 但是不排除张某离开本地 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找份工作 因此他当时也没有多喜欢 而常某与张某失去联系的时间 恰好是张某母子失联的时间 两个时间相一致 依靠这个确定 他基本上是12月28日晚上 出击后一直没回来 结合事件发一判断 死者张某是在就餐之后不久遇害的 而根据好友常某提供的信息 张某在2015年12月28日夜晚 曾经和两名男子外出吃饭 那么这两名男子 会不会就是侦破案件的关键 把一开始吃饭 这两个人作为重点的排查队长 进行排查 通过排查 民警很快锁定了两名男子的身份 并了解当晚的情况 当时了解到张某确实是在那天傍晚 和他们两个人离开客厅 到了一家饭店吃饭 在吃完饭将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张某把他人送离了这个饭店 但是自己并没有离开 他告诉这两个人自己回饭馆 去找一个熟人 但是他这两个人并不知道 张某要找的这个人是谁 两名男子并不知道张某回饭店去找谁 而警方通过调查 也先后排除了这两个人作案的可能 通过对这两个人的关心人 以及周边这个社会关系了解到 他们和张某之间也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矛盾 所以呢 没有这个特别大的作案的可能 警方同时印证了 两名男子当晚与张某一同就餐 所反映的食物 与死者胃内的存留物一致 也就证实这个被害人张某确实是在12月28日晚上被害 张某与两名男子吃过晚饭后分开 并没有离开饭店 办案民警感觉到张某后续要见的人 狠狠的就是张某生前接触的最后一个人 办案民警立即赶到饭店走访调查 但是由于据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三个月 饭店的工作人员对当天就餐的顾客没有任何印象 对他这个饭店的监控也进行了调取 确实也存不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至此这个这条线索到这 我们暂时就打住了 死者张某生前最后接触的人到底是谁 由于意识无法确定 案件的侦查工作再次陷入僵局 于是办案民警不得不再次转换思路 把目光偷向了抛尸现场 犯罪嫌疑人为什么选择将尸体抛入枯井中 又是什么人会知道这个偏僻地理呢 一般只有附近村里的人知道 像一个外人很难发现这个反尸井的存在 犯罪嫌疑人无疑十分熟悉附近的地形 办案民警判断 谋害张某的凶手很有可能救助在附近的村庄 通过秘密调查 一名住在附近村庄的中年男子 走入了警方的视线 这时候得到了一个线索 就是在案发的张家庄村 有一个华某 他平时吧 就是这个人吃喝玩乐 经常的就是在外边 跟朋友吃饭喝酒唱歌 在近几个月 这个男子一直闷在家里喝闷牛 也不经常出去 和朋友交往了 经常闭闷不出 警方分析 华某的生活和行为发生异常的时间 与张某的死亡时间相吻合 这时的办案民警对华某产生了怀疑 通过进一步走访 民警得知 华某与死者生前相识 并且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就被害人张某与张家庄村 我们怀疑的这个华某 两人以前是旧失 在很多年前两个人就认识 关系还一直不错 警方发现 华某的身上存在着诸多的疑点 那么华某会不会就是杀害张某的犯罪嫌疑人呢 面对行为异常的重年男子 警方能否同中找出破炸 谎言一再被揭穿 侦察员最终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我们又当时找到大儿子 儿子说从来没有给他父亲拿过手机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痛下杀手 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惨案 对家庭的不负责 对生命的迷失 深井下的真相 天王大物正在播出 围绕在枯井抛尸案周围的谜团 逐渐有了眉目 一个叫华某的重年男子 走进了警方的视线 华某现年47岁 高益本地人 2015年和妻子离婚 独居 居住的村庄和地点 距离辅近不远 但是在2016年过年的期间 这个人经常一个人闷在家里 也不外出了 也不与人接触了 这个我们就感觉当时很可疑 针对华某的反常行为 以及与死者生前非同一般的关系 法民警决定 于2016年3月21日晚 依法对华某进行传唤 到达公安警官后 华某并不配合犯案民警的工作 面对警方的询问 华某对警方的问话 一度采取回避的态度 别人现在可是跟老板娘 邦安民警经过长时间的沟通 与华某不断的斗志斗勇 终于华某开始承认 他与死者张某的关系 近阵队 华某承认了2015年12月28日晚上 他和张某在某饭店见面的事情 随后华某向民警描述 他把张某送回歌厅后 自己又回到饭店 继续和朋友吃饭 其反身到饭馆找朋友的时候 发现张某的钥匙 一拉在了桌子上 其拿着钥匙又回到了歌厅 去找张某 想把钥匙还给张某 但是并没有找到张某 华某始终不承认 自己与张某的死亡 有任何关联 难道死者张某在与华某分开后 还接触过其他人 为了验证华某的说辞 邦安民警再一次来到了 张某工作的歌厅 追查张某在2015年12月28日当晚 到底发生了什么 歌厅的同事说 在这个2015年12月28日傍晚 张某出去吃饭后 就一直没有回来过 显然 华某讲述的情况与调查的结果 差距较大 积极的邦安民警又询问了 辞责张某的同事 平时张某有没有随身携带的物品 张某的同事反映 张某每天除了携带一串钥匙以外 还有一部白色的手机 另外邦安民警循着华某透露出的信息 第一时间找到了2015年12月28日夜晚 曾经与华某一起吃饭的朋友 刘某 我们对刘某也进行了调查 刘某反映称 这个当时 华某 带着这个被害人张某离开后 就一直没有回过饭馆 华某的谎言被警方逐个揭穿 随后 河北高一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 来到华某的住处 依法进行搜查 很快在华某的家中 找到了死者张某的钥匙 还有白色手机 我们就拿着这个搜查出的这把钥匙 到了张某的住处 很顺利的就打开了张某住处的门 办案民警对死者张某的住处 进行调查取证 在取证的过程中 找到了一个白色的手机包装盒 经过比对 这个手机盒 和这个手机的信息是一致的 因此证明 在华某家搜查到的这个手机 就是张某生前使用的那部手机 至此 我们就基本上能确定 华某跟被害人张某 两个人在12月28日晚上 确实是在一起 并且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当民警将一系列证据摆在华某面前时 华某仍然拒绝承认杀害了张某 并称白色手机是前几天 他的儿子花900元钱从网上给他买的 我们就当时找到他儿子 儿子说从来没有给他父亲买过手机 狡猾抵赖 一瞒真相的华某 终究无法自圆其说 在与警方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承认了自己在2015年12月28日一晚 杀害张某的犯罪事实 据华某公述 多年前他在歌厅认识了独自在高益打工的张某 随后两人的关系发展迅速 经常在空闲的时间约会 2015年12月28日晚上 华某和朋友刘某到高益某饭店就餐 却看到张某同另外两名陌生男子在一起吃饭聊天 当时心中就有一些不快和气氛 但是当时就和刘某在饭中上吃饭 也没有理会张某 原来华某在晚饭前曾多次打电话给张某 但张某始终没有接听华某的电话 后来张某和自己的朋友吃完饭离开的时候 张某送离了自己的朋友离开 自己又反身回到饭馆找到华某 在一起聊天吃饭 张某来到华某身边不久 饭还没吃完 华某就找借口向朋友刘某匆匆告别 带着张某离开了饭店 出去以后 华某将被害人张某带到了我们县 县城北边一个很偏僻的小路上 二人就一直来到了张某朝寸北的田地的一个荒废的工厂院内 在废弃工厂的院子里 华某向张某发泄了自己的不满 因为两个人当时都喝了点酒 说话可能也不是很投机 说两人就开始争吵 在争吵的过程中 两个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华某始终没有松开自己的双手 直到张某死亡了 上前一摸 这个张某已经没有呼吸了 他在确定了这个张某已经死亡后 内心非常的慌张 他就把这个张某的尸体扛了起来 华某惧怕尸井败露 决定将张某的尸体抛弃到附近农田的枯井中 这条路上平时没有什么人走动 这个发门井也不是特别的显野 将死者的尸体逃入枯井之后 犯罪嫌疑人华某便带着死者的钥匙和手机 匆忙逃离了现场 而就在炮尸十几天之后 华某还回到过炮尸地点 我们这边当地老百姓有一个风俗习惯 就是在农历的正月十二晚上要烤火 烤火的话 这个犯罪嫌疑人华某 他就到这个炮尸的这个井附近 他心里也是担心别人发现尸体 在确认死者的尸体没有被附近的村民发现之后 犯罪嫌疑人华某 再一次离开了抛尸现场 并幻想着 这个枯井能够永远地替他掩盖住犯罪真相 因为他那个案发现上所处的位置很偏僻 平时那个一条小土路没有人从那经过 然而发网惠惠输尔不露 华某终于还是被高业警方缉纳归案 而这起案件的发生也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思考 而原本拥有家庭的犯罪嫌疑人华某 并不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 自以放纵自己的情感 最终冲破道德的底线 无视他人的生命 致人死亡 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小日出 南1971年11月1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滨阳县新桥镇大林村委会 科巧村139号 身份证号码4521231971 11011018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即使拨打110报警